香港普通家庭 周末都在干嘛 早上六点半 我居然醒了 昨晚没熬夜 早上就自动醒了 晨起喝杯蜂蜜水 今天周日 姐姐她们母女一大早就出去了 说是带了特长给中环的一个姐妹 我老公平时打工辛苦 周末要补假 吃个早餐就去婆婆家蹭饭吧 出门去买早餐 初秋的早晨 感觉膝盖凉嗖嗖的 我大抵是老了 新鲜出炉热辣辣的面包 让人心情愉悦 再来买个麻辣糕 早餐花费五十五 回家去投喂 这个点 商场很多店都还没开门 回到家 让娃儿们前景吃个早餐 貌似有点不满意 爸爸说她给妹妹扎头发 直男办事总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妹妹貌似也有点不满意 不过她看不到 不发表意见 人家愿意做已经不错了 结果不重要 又有通知说要停水 女孩子从小就嗨嗨造型 女孩子爱美挺好的 妹妹自己的打扮方式 就是把所有 她认为好看的全部穿在身上 到了茶楼 婆婆和奶奶已经在等了 台风这几天 他们都是24小时待在家里 先来吃个肠粉 弟弟今天特别喜欢 给奶奶吃个叉烧包 我也来一个 香港的叉烧包真好吃 喝杯茶吃个包子 是港人标配吧 饮茶388块 婆婆说吃了那么多挺划算的 给奶奶戴上帽子 回婆婆家 台风刚过 路边好多人在清理现场 早上起得太早 回到家浅浅的睡一下 公公要回来了 婆婆又买了一张床 奶奶浅浅做个运动 奶奶一天做运动的时间 真不少 婆婆带妹妹出去超市买东西了 奶奶趁机要给我老公五百块 推散之际 婆婆他们回来了 妹妹最近总喜欢说 我来帮你一起做事吧 你们看 这就是生女儿的好处 最近摇曳太多 掉头发厉害 喝碗婆婆包的 黑豆男澡手务汤 带奶奶和三小只 一起出去走走 婆婆可以在家 享受一下独处时光 去了屯门公园 看赛船 喂乌龟 发现了一只 想学蜜蜂踩蜜的蝴蝶 去爬虫馆看蛇 哥哥说不是蛇 是石笼子 出来去玩滑滑梯 爸爸带着他们玩 我给了奶奶一包小瓜子 够她播一个下午了 六点啊 奶奶饿了 他们不愿意走 软得不适 只能来硬的 强行拖走 家里太小了 不好煮饭 去外面吃 妹妹居然难得的说了 我想吃这个 知足鱼爬包 不过没货 可能台风过后 没有鱼吧 然后点了这些 好清淡 这个心灵鸡汤不错 尬了一碗 还想再来一碗 我去点了一个 男乳猪手 特价五十八 就是分量有点少 我一个人吃刚刚好 还是觉得没吃饱 我老公喜欢吃咖喱 我不吃 奶奶又开始掏钱了 两个人又为了五百块钱 开始炒起来 玉瓣相争 鱼翁得利 最后这五百块 落到了我手上 给都给了 那就去买几个包吃吃吧 这家的面包 看上去卖相挺不错的 我挺喜欢吃蛋挞 饭后甜点 先来炫一个 确实不错 而且还是热的 再喝口快乐肥斩水 吃饱喝足回家了 在城市走很快叫